伏星图与我相伴这么多年 今日居然肯与我一魂融合 势力得到了通神二宠 发生什么事了 启禀各主 圣丹阁的柳青大师被杀了 虽然目前还没有定论 但八成是绿营血宗的人干的 哦 这么快就要开始了吗 我给你们三天 查出凶手 杀无赦 大人 若查出来是绿营血宗的人干的 那 我说了 杀无赦 没听见吗 是 你迟到了 葵玉神 第二位堂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匕首 是圣丹阁卖给皇家的 皇家 三年前围剿穆家 我们本来承诺给皇 萧林三家 原本穆家六成实力 可是最终 他们只占据不到一成 我看直接杀向城内 将圣丹阁 古家皇家 林家 一举扫灭 胡闹 如今之际 我看 倒不如联合通神阁 对付三大家族 以及圣丹阁 联合通神阁 毕竟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孟尊师 请进吧 子牧先生 果然是神机妙算 看来 也应该知道 我此行的目的了 想要联合我通神阁 可以 不过 有个条件 圣丹阁日后的五成利益 全部交给通神阁 三年前 您也曾和三大家族 说过这种话 那 五十亿上品零食 外加圣丹阁 当然 在我们彻底 接管了圣丹阁之后 灵石便会归还 好 那既然如此 我通神阁 就静待孟尊师的交信 五十亿上品灵石 你也太狠了吧 五十亿的保证金 对他绿永血综 可算不算什么 从今天开始 通神阁 就先关上一段时日吧 你不必如此 此事 只是看着你性命垂危 我实在 可你为了救我 还 我欠你太多了 我不求你负责 有些人 注定是命里的过客 说吧 今日南岳城如何了 三大家族 已经彻底抱团了 只是这次恐怕 萧家也会参与其中 这几日 让两个店铺全国关闻 学员以及手下 尽数召回 同时 可以我在帝都边缘 买一套房产 是 这是怎么了 世尊 你快进去瞧瞧吧 阁主他别出什么事了